我们几种喂食动作就那么潇洒那么自然 快来快来快来 这个玉米粒有没有打得太碎了 不会就不会碎 好多成了粉末状 我们要打不打的话 完整的颗粒段这个鸡还小 打成这样感觉差不多 然后这一块地嘛 这个杂草如果在上面再喂个三四天 我感觉这一块地的杂草差不多就会死掉 上面那块地的杂草已经死掉了 等这块地的杂草死了就再换那一片地 一片一片弄死 开饭了 这两条狗还好 不会去咬鸡 这还是比较欣慰的 就怕咬鸡 咬鸡的话 他们的寿命就到了 这一天两次 哦 不仅仅要加掉了 每天加一点 快快快快快快来完就没有喽 现在这个鸡容易好了 鸡不怎么大哈 现在还小 所以吃的也少 以后等我们那个母鸡到了 然后这边就有三千多鸡鸡 等这三千多鸡都长大了 养到了四个月 那你不得了了 一天将近要吃八包玉米 八包玉米多少钱 一千多块钱一天的成本 一月三万多 我没钱 唐木中华这样算下去 我没钱 这个鸡鸡贷款啊 哈哈哈哈 然后现在下去喂猪 然后给那些菜 消一下水 吃一下肥就可以了 好好吃啊 然后吃好了 你们要进棚哈 今天损失了我们八只鸡 嗯 好好照顾 你们这是我们的爹 这是我们的妈 这个是我们的爹哈 妈还要过一段时间再到 没有这不是我爹 那是什么 这甲鱼是我爹 这个也是爹 都是爹 甲鱼 鸡 猪 都是爹妈啊 那我们就是当孙子的料 我操了 我们两个是孙子 是他们的孙子 走 喂猪了啊 爹 妈 来 爹妈来 今天没煮食 吃点玉米 今天要煮了 嗯 爹妈进去啊 爹妈 这真难伺候 我这个爹妈 你是拐着弯在骂你爸妈是不是 啊没有没有啊 没有没有没有 你别这样瞎起哄 爹妈快吃哈 再烤一点 再烤一勺 再烤一勺 哇靠 再烤一勺 又开始流血了 被猪要了 要打破破伤烹的 怎么办 人民医院报工伤我跟你说 OK 人民医院 北京医院 上海医院 你随便挑 都算工伤 那 你就把钱给我 我自己处理就行了 多少 你看着给吧 500 两只手是吧 对 然后买两个窗口 你吃吧 是这么欢吗 这猪还挺干净的 你看看 这么干净 感觉这个猪啊 现在长大了好多了 还是比较欣慰的 这一个人两个人抓不住 真想撑一下他 就知道有没有80 应该有没有80 总得比我狗大吧 屁股都78斤 是啊 应该有80 养了两个月不到 三个月的吧 应该有三个月的 记不清 两个多月 老鼠要喂吧 这老鼠就不用喂了 没吃完 睡觉吧 你们啊 你干嘛去啊 我都流血受伤了我干嘛去我休息我下班 我都准备煮饭了 你慢慢吃 你没看到我流血了吗 没得疼到关爱之心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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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疼情一下我吗 不能休息晚上吗 我这还能给你做饭吗 我再看一下 我还给你我还给你我还给你做饭 我都两个收拾收拾来我给你做饭 那今天晚上那个吧 所以我带你去圆明医院 那个检查一下 啊 该报工伤的报约工伤 对 不管是两块窗口蹄还是两千块 对啊 都是公款 对对对 如果我们本县看不了 我明天带你去北京 对走走 好 好 对吧 今天晚上休息哈 今天晚上带他去医院 趁我趁机会去泡个脚 嗯对 泡个呗